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列车长张门君 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 爱过冬年之后的我好了一些 以后的天上彩虹出现 撑住一片蓝天 我在灵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 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每个冬季带的失落 沙昂的多深 然后忽然看冬云的形状 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每个冬季带的失落 沙昂的多深 每个呼吸都是新的芬芬 分开是另一年的春天 今一夜像下雪一样溶解 那些有你在身边的阴天 哭得一声飞得老远老远 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 但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 以后的天上 它又出现 撑住一片蓝天 我在灵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 淋过一场大雨之后 看到太阳出来的时候 真的感觉是很特别的 而我们每个人对这个世界 给我们的不同的影像 总是会有不同的感觉 可是像小时候 我们这一代的孩子吧 好像还蛮容易 也愿意把自己的感觉表达出来 可是我发现现在的孩子 好像越来越不愿意 把自己的感觉表达出来 也或许是他们找不到一个方式 把自己内心的世界传达给别人 甚至我们看到某些孩子 当他们很勇敢的像其他的人 或者包括大人 表达他们的感谢 或者是思念的时候 还会被其他的孩子所嘲笑 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发现 现在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传达 是越来越欠缺 也可以说我们依然非常的欠缺 情感教育 当我们感觉想念的时候 到底要不要开口说出来呢 有调查发现 儿童青少年普遍不主动诉说想念 只有14%会主动的联系想念的人 专家说 孩童主动说爱 说想念 懂得分享心情的话 是有助于心理健康的 所以像有时候我就会听 为什么孩子们不太愿意说 这跟大人的反应有关系 有时候孩子会跟爸爸或妈妈 或者是老师说 哦 我一个礼拜没有看到你 超想你的 这时候大人的反应应该是什么 很多时候大人会说 哦 拜托少来了 要不然就说 哦 有够肉麻的哦 要不然就说 哦 我真的受不了你 等等之类的 所以那孩子其实并没有获得 他应该获得的良好的情感的回应 像在小学堂里 有时候我们放个春假或什么 那孩子回来之后 常常都会说 其实不用放假了 因为我们一个礼拜就见面一次 所以孩子如果是有一次没有看到老师 或者什么 就会说 你去哪里了 我要想你哦 之类的 那这时候我一定会好好的抓住这个机会 说拜托我也超想你的好不好 那你就会看到孩子就偷偷微笑起来 觉得很满意 因为他下次就可以很放心很大的 再度去向你表达他的心理的情绪 董事基金会与远传电信进行全国 儿童青少年联系与情绪相关现况的调查 以国小五年级到国中九年级为对象 那调查发现有四成以上的儿童青少年 心中都会有想念或者是觉得重要的人 可是高达六成的受访者超过一年以上 没有跟想念的人联系哦 董事基金会心理卫生中心主任叶雅欣表示说 调查发现只有14%的受访者会主动联系想念者 但这些会主动联系所感受到的开心 还有幸福的感觉 比被动和等待别人联络得多 调查也发现有四分之一的儿童青少年 不知道或不清楚 想起对方的感受为何 显示他们其实不太会分辨以及表达感受 念雅欣表示孩子没有主动联系 理由可能是环境的因素 比方说换学校了换班级了 那么课业的压力重 沟通工具受限或是个性的影响 但是孩子如果懂得主动联系 那么他们对情感表达会比较清楚 他们愿意讲出来 愿意跟人分享 对孩子的心理健康的发展也是比较好的 可是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常常会 要求孩子不要去想以前的事 比方说如果孩子说 我好想念我以前幼稚园的同学 或幼稚园的家长 那因为父母亲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就会说 你都长大了 你还想那干嘛 那其实这是一种切断 就切断孩子对于想念这件事情的美好感受 他会觉得他不应该想念 因为这个人现在已经不在他的生命里了 就像我常常觉得孩子们 有时候换那个安清班 或者是安清班的老师 常常换来换去换来换去 那孩子呢 其实也许跟这个老师很投缘 他很喜欢这个老师 觉得老师对他很好 可是可能一个学期才刚结束 又换了 他其实真的很不想跟这个老师分开 他难过的想哭 难过的不想去安清班 可是你如果问他说 老师离开了 你会不会舍不得 他可能会回答你说 还好啊 面无表情 你不要以为他面无表情就真的是还好 其实他的小小心灵 可能已经破碎了 就像我们在小学堂里面 大概每隔一年吧 就会换一个老师 那孩子们呢 总是会在上完上一年的课程之后 他明明是在上这个学期的课 可是他就去跑到他上个学期的老师 正在上课的教室那边 去等那个老师下课 还好在我们这里 从来不会有那种争风吃醋的状况 说你现在不是我的学生吗 干嘛去跑去找别的老师 因为我们都很能够理解这种孩子的情感 并且我们也觉得 孩子能够有这样的情感 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所以每当孩子跟我说 我好想念某某老师 我都看不到他的事 我就会说 没关系 我会帮你转大 也许下次老师有机会来的时候 就可以来看你们 我绝对不会说 你不要管以前的老师啦 你看你现在老师是谁 这个老师也很好啊 你就想现在老师就好了 因为我真的觉得 孩子能够把想念的感觉 说出来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作为家人 或者作为师长 我们要鼓励他们表达情感 并且尊重他们的情感 比方说像是思念这样的事 还有就是要去回应 当他们说出他们的情感的时候 我们要给予良好的回应 我们现在要听到的一首歌 是以利高路所演唱的城市 我们每个人都是 大部分的人 我们都是住在城市里 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离开城市了 你到乡间去生活 你有没有想过 极有可能你就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了 黑白的城市 造成新来 音乐停止旋转 留下一大片空白 灰色的街 阳光没有温度 对一街的女孩 悠悠哉哉 没有舒服 这么期待着什么 该要继续下一个开始 还是停留 为什么 给一个理由 不要继续这样的生活 黑白的城市 夜晚醒来 常常有时候听到身边的人说 真的好想移居到农村去 真的移居到农村去 你的生活会比较好吗 还是你会因此而变成一个不同的人呢 今天来到我们幸福号列车 就是从都市移居到了乡野 开始耕种养鸡 并且在山海间采集 以自己自足为目标 他的新书叫做 与地共生给鸡唱歌 其实他之前已经来过我们的幸福号列车 在几年前曾经带着他的一本 很动人的散文集 叫做台湾小野放 今天他来到我们幸福号列车 却是出了这样的一本新书 这本新书呢 只有启动文化所出版的 这一位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李盈盈 哈喽 盈盈好 哈喽 麦娟老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我记得几年前看到你的时候就说过 其实盈盈看起来真的很不像是一个 会也放在农村里生活的人 因为其实你的样子看起来挺梦幻的 感觉应该是走公主派的路线 结果呢 你却是跟自然之间 有这么深的联系跟缘分 现在索性就离开了城市 移居到乡间去了 来说说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决定 要离开城市去当一个乡下人的 其实我一直觉得说 人好像不是因为 想要厌 觉得都市 对于都市感到厌倦了 或者是想要逃离都市 才来到农村的 比较像是人本来就是归属于自然的一部分 所以比方说我们在接触猫狗的时候 在跟动物相处的那一时半刻 我们会觉得就动物本身的存在 就能够让我们觉得很着迷 或者是说我们偶尔接触到一些花草泥土 就忽然觉得心思变得很平静 所以比较像是 也许我们的身体记忆 那个远古时代 就是活在自然里面 所以我们又回来了 对 所以你觉得他其实并不是离开都市去想想 而是回到人 也许最原初的一个生活的状态 或者是我们 在我们DNA的血液里面 其实一直都是喜欢那种生活状态 对不对 对 那你去到了 你这次是算是 移居到了宜兰吗 对不对 那谈一下你的相居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我到宜兰是住在 租了一个小平房 然后在附近有跟做种菜 然后在我的房子旁边养了 目前养了六只鸡 那平日有在写作 也有做一些植物栏的创作等等 对 我觉得那样的生活 可能在物质上没有那么富裕 可是大部分的时间 我都觉得蛮富足的 谈到你的耕作吧 因为你并不是出生于农家子弟吧 不是 所以学耕作是从头开始学的 对不对 对 没错 我从以前就觉得 有观过人家的菜园 然后你去想象 当一棵种子 它可以变成像一棵树 我觉得这个东西 回想起来就觉得很令人敬畏 然后觉得自然是很值得被崇拜的事情 所以我最早会想要搬到宜兰 就是想要耕作 那我在我家附近换过了几个菜园 是在地的 可能是在地的邻居 然后借给我种 那种菜这个事情就像 我觉得有点像是你自己种了一座游乐园 然后它可以有很多的物种 春天 春天的作物 秋天的作物 然后有根筋的 有辛香料 有果菜 有水果 就是它这么多样 然后每一个历程又都不一样 你种菜应该是用自然农法吧 对 对 那所以你可能也会搭配 因为我以前有听自然农法的朋友说 把不同的某一些菜种在一起的时候 它就能够有隔绝虫子 或者隔绝其他的那种传染病等等之类的好处 所以不需要使用农药 这样子也可以 对 像我的菜园种得很乱 然后就混种 然后远远的看 你会觉得就是一团浓烈的绿色 然后高高低低 然后有各式各样的东西 它们好像 像我的邻居就可能要 就是在地人 他们习惯喷药或者是防治 那我自己的状况是 好像就算有虫也不会很严重 因为他们自己在这个多样化的物种里面 自己就会达到一个平衡 你大概种了哪些 其实几乎想得到的我都种了 真的喔 所以你并不会种很多 对不对 因为像有时候我们巨乡 乡间看到一些农人 他们种没有说 我在一整片都是种虫 一整片都是种包心菜 一整片是种花叶菜 你不是这样种 对 他们的确就是整齐壮观 然后看到我就觉得 你是在办家家酒吗 觉得种得很小很乱 但是他们有没有跟你劝告你说 你其实你可以用农药啊 可以干嘛干嘛之类的呢 会 而且我刚开始连肥料也都不用 所以就是要 可是他们会看到说 结果你这样子也种得起来 其实他们的那个观念会 会有点转换 就因为你而会受到一点影响吧 对 那如果说 比方说你还有其他的一些 自然农药的朋友们 大家都种了很多不同的菜 或者不同的东西 听说你们是会互相交换的 对不对 以物易物对不对 对 因为常常就是出门 然后回来就是看到 摩托车的手把 怎么被挂了一袋菜 然后也不知道是谁 然后回到Facebook上 说今天到底是谁挂的 有人就会出来说 是我啦 我今天经过你家 看你不在 就放着这样 对 所以这种以物易物的感觉 我觉得也很像是回到了 以前不需要用货币交易的 那个年代 那我们再来谈一谈 你的 你的相居生活里面 或多或少 总是会有一些 其他的动物 在你的书里面也有提到 哪一些动物 会突然成为你的 不速之客 或者会成为你 关心的目标 我觉得也许是 我第一次住平房 这样的建筑结构 那平房它有一种特色 就是你里外没有那么明显的界限 然后好像推开沙门 你的客厅整个就延伸到外面的大地 那它的那个穿透性就 一方面是我可以出入很自由 另一方面 其实小动物也很容易出入很自由 那我就曾经在我家的客厅就 怎么有只螃蟹在地上 小螃蟹 那我后来发现它 就大概是一百公尺远的 蓝阳溪的灌溉的渠道 的螃蟹跑上来 就爬上来了 对 就在我家客厅 那你碰到它以后 你怎么办呢 我那时候原本要抓它 结果它跑到冰箱底下 就躲起来 所以我好像是半年后 扫地扫出来 发现它死掉了 不知道为什么 好 所以你也会在你的 居住的住家的附近 发现各式各样 跟你变得好亲近的一些动物 或是昆虫 比方说萤火虫 你的描写就很美 就很奇妙 就是有一天我们要 已经熄灯了 准备要睡觉 然后就发现 已经熄灯的卧房里面 竟然飞来一只萤火虫 那就缓缓地在卧房里面飞 一闪一闪亮晶晶 感觉好美 对啊 一些的歌声 一些的欢乐 一些的温暖 一些的泪水 一些的单纯 一些的爱情 在这片地上 在这片地上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 在这土地上 这是发赖所演唱的 今天的幸福好电车 我们邀请到的 是启东文化所出版的 这本新书 与地共生 给鸡唱歌的作者 李盈盈 而有一段话 是这么说的 每日清晨 我听见那些 毛茸茸的小家伙 或抓或爬的声响 他们是与我 共期生活的 几只家禽 我常因他们 古怪滑稽的行为而发去 我因动物存在 本身 及具有的完美而着迷 然后我会照料 如迷你森林般的菜园 在那里 我仿佛以巨人之眼 穿透孔隙 悄然围观 探看作物细致的生长 从间的野虫慢爬 试图理解 土地自然静自流动的 神秘优围 我想在众生喧哗的时代 如果有一件事 能让你的心 迅速安静下来 那么只需拥有这件事 就已足够了 在盈盈的这本 《与地共生给鸡》唱歌里面 其实令我印象最深刻的 还是你跟鸡之间的情感 因为前一阵子 当我告诉我的父母亲 告诉我的母亲说 妈我真的觉得 我应该要养一个宠物 不然你看我活到这把年纪了 除了跟人以外 我都没有跟其他的动物 发生过共鸣 那我的人生不是很单调吗 然后我妈知道 她不能劝阻我 于是她就说 你确定要养吗 我说对 然后我妈说 不然你养只鸡好了 然后当场 我就跟我妈 一两个人都笑到 不能恶意 两个人都觉得 她讲了一句 在太好笑的话 我怎么可能在 怎么可能在公寓房子里面养鸡 而且我希望要养的宠物 是跟我能够有情感的共鸣 我想说鸡怎么跟我共鸣啊 鸡只能够每天用生蛋 这件事情来跟我共鸣吗 可是读到林盈这本书 我真的是被震撼到了 我跟你说实话 我真的被吓到了 我被吓到对 我被吓到就是 天啊 原来鸡也可以跟人产生 这么深的共鸣 现在从你是怎么开始养鸡的说起 我其实最早原本是想说 我学会种稻米了 然后我也学会耕作了 那现在如果我会养鸡 我就有蛋也有肉 就几乎是可以 就是自己自足的元素 我都可以掌握到了 所以就开始养 那其实我觉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把我的人生活成了鸡界的痴汉 就是他是这么一个让人难以投射的爱恋对象 是不是 真的 的确我也没有想过我会爱上鸡 对啊 因为像我们小时候 对我们这个年代我们年级生来讲 其实养鸡就是我们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以前总是会把一些剩饭啊 或者是一些就像米糠之类的东西拿去喂鸡嘛 我们那时候是农业社会 所以很容易可以买到米糠 那鸡每天可以提供一颗鸡蛋 对于在物质很缺乏的年代 那真的是宝物 好开心哦 然后也许妈妈就存个两三天 然后某一天就说我们要吃蛋 大家就好开心哦 可是那时候我们也有一些禁忌 比方说绝对不要帮鸡取名字 再来绝对不要让小孩子认真的跟鸡玩 我都犯了大忌 你都犯了大忌 没有错 那那时候他们的说法是说 如果是你帮他取了名字 你会跟他玩 你就会跟他有感情 等到到了这只鸡应该要被宰杀的那一天 你到底是要不要杀呢 你到底是要养一只鸡养到老吗 你要给他养老送终吗 等等之类的 所以当我看到你跟鸡可以产生这样的情感 我真的觉得太震撼了 你从小养他们 你竟然会用女儿这两个字来形容他们 我觉得小鸡真的很可爱 然后你在从小鸡开始养的时候 你是没有想到 虽然你已经预设好六个月后要吃它 可是看到眼前这么可爱的动物 你就是一直会想要观察 然后陪伴 然后感情就是这样一直投入下去 然后朝夕相处 有一种同期生活的感觉 因为你们会分享食物不同的部位 例如说我吃米 那米拿去碾会有一些碎米 就是稻骨拿去碾之后的碎米 就给他们吃 然后我吃菜 那有一些菜梗就给他 或者是我们吃肉 那骨头给他 鸡谁只骨头啊 可以 它几乎什么都吃 真的啊 它是杂食类的 对 杂食性的动物 那其实一直是到六个月后 才想起来 对我要面对这件事情 那我其实在一开始 人家就说你跟鸡那么亲 你到时候你一定会舍不得杀它 那我其实我告诉他们 我的想法是 我觉得这半年 我就尽我的能力让它 就是我关怀它们 然后好好的照料它们 那对鸡来说 也许六个月后一刀结束 那是一个痛快的死法 那它至少这一年半 在它这是快乐的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完满 对 而且你吃的时候也很快乐 就更完满 的确 而且我那时候看到一本哲学的书 它提到说 很多野外的动物 它可能是 每天战战兢兢的生活 然后也可能被野兽追逐 也许追了三个钟头 被咬伤 然后苟延残喘的死去 可是他们认为说 那如果一个在农场 被照料得宜的动物 它 它是这么 痛快的死法 那是不是 它不见得比在野外的动物 生活得更糟 而且它平日是 有人在照顾 一时无缺 然后不用日晒雨淋 所以它们是一些很幸福的动物 对不对 我不会说 这样子已经很幸福 而是说 我自己能够掌握的是 我外面买鸡 我不知道它是 接受什么样的对待 但我自己养 我可以掌控 就是好好的善待它 然后再选择 比较人道的 屠宰方式 让它结束生命 就是说 它们都是在爱中 长大的鸡 对不对 被我的爱 灌溉到满出来 对 好 我们要在这边跟大家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样讲 其实有点空洞 所以我希望 您可以来分享一下 你的鸡 比方说你是怎么跟它们相处 它们怎么跟你撒娇 鸡呢 如果你从小跟它 就是会跟它玩 跟它接触 它长大就不是那么会怕人 因为其实 附近邻居看到我 可以把鸡抱在怀里 像婴儿抱一样 对 像婴儿或猫一样抱在怀里 它们是很惊讶的 会觉得你怎么抓得到你的鸡 可是 因为我从小跟它们接触 所以它们是亲人的 然后 我甚至会 帮它们按摩 对 而且它的鸡跟猫一样 超享受按摩的 对 它们就是 就我把我的手伸到 它们的翅膀底下按 然后它们就会 发出一些声音 然后又近乎跪下来 好像很享受的样子 对 对 那我发现 它其实有一个时间序列 例如说它 小鸡在一个月 刚出生的时候 我就放在家里养 养到满月之后 再移到户外 那它移到户外的那个时间点 好像会变得比较黏我 就是 它会 比方说我放养它们 然后它们就会 也许第一次到了 比较户外开放的空间 它觉得很新鲜 然后想要试探自己的能耐 它就会 开始乱飞 然后飞到我的肩膀 或者飞到我的背上面 对 就是比较 那个时候会比较来主动找我 不过随着时间慢慢到三个月四个月 它们好像就 鸡自己形成一个鸡的社会 它们自己玩自己的 我看到一段印象最深刻 就是原来鸡群之中也会发生霸凌 就是会有鸡是不断的被霸凌 然后你就是很烦恼 我到底应该要杀了那个被霸凌的鸡 还是杀了霸凌别鸡的鸡 对 它鸡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 小鸡就是甜蜜期 那到了终绩大概三个月 那个叛逆的个性就出来了 然后群体里面有的比较凶 有的被欺负 然后被欺负的就开始乱飞 然后窜逃 然后搞失踪 然后我就一天到晚要去 去竹林里面找鸡 再把它抱回来 甚至有一次我们晚上回来 看到常常被霸凌的那只鸡 它就飞出来 然后它懂得飞出来 可是它不懂得怎么回去 然后我就发现它停在 我摩托车上的那个手把 就握在那边睡觉 对 然后你还讲了一个 我觉得很有启发性的话 你说你发觉 常常被霸凌的那一只鸡 最后它就拥有了 最好的飞行能力 它可以飞到最高的地方 因为它必须要逃避 这些霸凌 我觉得这段话 超有励志的感觉 虽然你在写的时候 可能完全没有想到励志 对不对 对 但大的确是个励志故事 励志 好 我们来听这首歌 这是舒敏恩所演唱的 谁家的花开了 塞醒了片刻 美好时光 孩子的眼光 悄悄地爬去面包树上 慢慢地在想 妈妈把回忆熬成汤 让香家的人唱一唱 在远走他乡的路上 谁家的花开了 在树上上 嗨� said 嗨哟 嗨哟哟 chaye哟哟 唱这 嗨哟哟 嗨哟哟 也哟哟 谁家的花开了 少年却不在家 嗨哟哟 嗨哟哟 嗨哟 exciting 嗨哟哟 嗨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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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唤醒了片刻美好时光 情人的泪光 悄悄地照亮我的心上 慢慢地低下 暂时了回忆的行囊 让乡家的人回头望 在远走他乡的路上 女主大城的是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今天已经是3月31号了 从明天开始就有四天的廉价 我们在节目中要介绍的这本书叫做 与地共生给鸡唱歌 他的作者是李盈盈 这是在启动文化所出版的一本书 在这本书里面 他讲了一篇篇的故事 写了一首首的诗 其中有好多都是跟鸡的感情好深的诗 所以我在看这本书 是给我的冲击还蛮大的 因为我一直不知道 原来人跟鸡之间 也可以培养出这样的一种共鸣 或者是情感交流的状况 所以我就对鸡应感到很好奇 比方说你有写到一个故事里面 讲到的是一只生病了的鸡 它来跟你撒娇 然后好像来对你做出某一种告别 其实这种状况不是跟 跟小猫或是小狗的感觉很像吗 那天就是 其实鸡是一个对吃非常乐切的动物 然后每次我把饭煮好 然后用辣椒一起煮 就让它们可以比较有抵抗力 跟辣椒一起煮啊 对 就是用辣椒饭要喂它们 它们不怕辣是不是 它们好像没有那个辣的感应 没有辣的感觉 对 OK 然后可是它们吃这个 就是可以比较有抵抗力 不怕寒流 是 那每当我捧了这个辣椒饭过去 它们是急迫到 有的就飞到那个碗盘上面 就是迫不及待 然后 接着我就喂它们嘛 结果有一天我发现 这群鸡里面 有一只叫做小麻花 它吃了几口 然后就 绕了那个大半圈 跑过来到我身边 然后就发 猴头就发出一些 一些细微的声音 然后 我就想说 好可爱啊 怎么会来跟我撒娇呢 然后就 小花乱 乱 就是小花乱 乱坠这样 然后 后来就 发现连续两三天 它都是吃没几口就过来 我就觉得 不对劲啊 这个鸡是那么爱吃的动物 怎么可以 怎么可能会这样 后来我就把它捧起来 发现它竟然跟 保丽龙一样轻 就是它体重 应该是瞬间掉下来 那我就想不对 它应该是生病了 是 那 其实也没有什么 鸡的动物医院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 后来我想到 不如我就带它去菜园 然后去 看到有各式各样的植物 跟虫在菜园里面 它自己应该会知道 它身体需要什么 后来我就挖了 有挖蚯蚓给它吃 它们平常会很爱吃 但它那天 对蚯蚓不太有兴趣 后来是挖到一只蜈蚣 它很迅速的 把整只都吃完 那我就想 欸 或许真的有效 结果就把它放回去 然后 果真它三天后 真的就 就 就好了 对 那 对于这个事件 我其实 呃 因为把它放回去还 就是后来 我就回家了几天 然后 我妈就跟我说 它应该是快要死了 才会过来跟你 过来找你 然后 因为我后来又看到它 跑到角落 自己很孤僻的窝着 那我妈说 好像狗 如果快要死亡的时候 也是会自己跑走 不让主人看见 好像是 对 那我其实那时候听到 我很难过的点是 因为我知道一直以来 好像我对鸡的情感 都是一厢情愿 那当下就想 或许它 那是它对我情感上的回应 就是 它不见得认得我这个人 但是它知道 我是在照顾它们的人 所以它也许有困难会 知道可以来找我 找你 对 而且你还有过那种 晚上带着鸡去觅食的经验 对不对 头灯扫到 是头灯吗 是 头灯扫到哪里 看到有虫 那个你带领的那个鸡 我觉得它好像一个 一个一个 你的卫士一样 立刻过去把那个 虫给吃掉 就是因为蟑螂 只有晚上才会跑出来 那我就想说 因为晚上 就是在乡下 晚上也无聊 我就拿头灯 去照那个鸡舍 那鸡其实很怕暗 都会 都人家说的 就是大概五六点 天色昏暗 它们就好紧张 然后就会 自己跳回到鸡舍的二楼 然后开始卡位 然后发出鸡鸡咋炸的声音 那鸡咋炸 可能翻译过来 就是过去一点 我要睡中间比较温暖 对 然后就是挣扎一番之后 它们终于就定位睡着了 那照理说 它们夜视力不太好 但是我那时候 就拿头灯罩 好像有一只小公鸡 叫小胖嘟嘟 它就可能比较爱吃吧 公鸡又比较好动 它就冲下来 然后其他都还没有下来 那我就带着它 在外面的柏油路上面 我就用头灯罩 有蟑螂 然后它就冲过去 就把它吃掉了 对 卡滋卡滋 好像衣服很好吃 一个晚上可以吃十几次 所以你不觉得 这个很好玩吗 这感觉很像 有点什么盲剑客 那种感觉 好像听声变味 然后它是 你觉得它是看到 还是听到 我觉得它 我都觉得鸡好厉害 像我带鸡去菜园里面 我去饭土 我都还没有看到 秋莹在哪 但是它们就是 就是吃到 对 也许视力不错吧 对 好 那我们现在来讲一讲 在你的相居生活中 写作是你始终还没有放弃的事 所以你是一边写作 一边耕作吗 我比较像是 我想要过这样的生活 然后耕作 养鸡之后 开始有一些情感累积了 然后有一些想法 然后我就觉得 好 我来写一本书 来记录这些事情 对 所以 而且我觉得这样搭配 还蛮好的 就是 你在劳动里面 享受那种 汗水的畅快 然后在写作上面 沉淀 然后静下心来 我觉得这个组合 好像一进一动 调配的 自己还蛮喜欢的 觉得一个是动脑 一个是动 一个是劳动 对不对 那你在农事的时候 是劳动 可是你在写作的时候 你动的是你的脑 跟你的心 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 通常耕作的人 都是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那你怎么分配你的 农耕跟写作的时间呢 如果我写到太晚 早上起步来 我都是种下午场的 种下午场 就不同场次 OK 好 几年前呢 在访问林盈盈的时候 她的小野放这本书里面 跟我们讲到了 像是福山农场 福山植物园 福山植物园里面的一些景象 那现在呢 她自己拥有了一个 自己的菜园 森林 她说那是她的游乐场 然后也有了一些鸡 刚盈盈来的时候 我还一次跟她讨论说 那个长得好可爱 又好亲人 又好像宠物的小白 有没有可能 你就可以继续养着她 直到她的生命 终结的时候 而下一本书 就来写 对一只鸡的情感观察 看看到底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不断的在 人生的道路上面 去寻找 一种更靠近 自然的方式 也不断的从 大自然里面 获得许多的资源 让自己的生命 更加的丰沛 同时呢 也能够创作出很多 在我们经验以外 可是在阅读的时候 却能够带给我们 很多美好想象 跟疗愈作用的 李盈盈 今天我们带来 这本书是 雨地共生 给其唱歌 我们期待 盈盈的下一本著作 谢谢你 谢谢 我们先听到这首歌 是陈慧婷所演唱的 金色的河流 今天是礼拜五 明天是廉价了 先在这里 祝您廉价快乐 但是我们下礼拜一 还是有节目哦 欢迎准时的搭乘 幸福号列车 我们下礼拜一见哦 明月升起的时候 我们约定一起往前走 顺着这条美丽的河流 就让星星为我们引导 静默之中我们手牵手 自己的梦 自己保护好 就让世界遗忘我们 我不在乎 无处容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